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要拍一個四月最愛 因為已經是四月尾了 是時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我這個月喜歡用什麼 首先其實護膚品那方面 我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東西 因為來到這裡也沒有特別買護膚品 但是也要提一提 就是這一枝 serum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這一枝就是LOVE IS DERAMAGE HIDRAMAGE Serum 其實它是一塗上去會稠稠的 但是它是很快吸收 它是黏黏的 但是你要等大概一至兩分鐘 它就完全吸收了 通常我早上喜歡用它來做妝前打底 你真的要等它吸收完之後 才再塗你的粉底 還是怎樣開始化你的底妝 我發現用了它之後 因為我是油性皮膚的 用了它之後 我就反而覺得不太油了 因為這個其實保濕真的很棒 所以我也挺推介這一枝 serum 然後我們立即可以說這個化妝品 化妝品就會比較精彩 因為我都試了很多新的東西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這個Tarte 是這個 要跟著的什麼 背部不太長 Amazonine Clay Food Coverage Airbrush Foundation 這個就是一個抗蜜粉 這個其實真的是粉在有粉底 意思就是說你不用再塗粉底液 然後再用碎粉去定妝 你做好保濕 塗好primer 用它就已經可以達到一個很高遮瑕度的底妝 所以我就覺得很方便 而且這些粉底液 我覺得都很適合油性皮膚 而且夏天就快來了 很想買來試試 首先它開出來就是這樣的 它的蓋子很有趣 因為它可以阻礙它的粉全部飛出來 因為大家知道碎粉其實很麻煩 所以這個很有用 你一開就不會把粉全部飛出來 首先這個是很好 它的設計就是中間 這裡會有個網 就會擦粉出來 那我自己就覺得 真的可以好用的 好用在它真的很方便 而且早上有時候我上八點堂 我又不是想化太多妝 這個非常方便 而且省時間 因為我掃勻整個臉 整個臉的臉色已經好 其實我暫時還沒找到一種粉底液 是可以全日不溶妝 說真的 這個其實都會出油 都會溶的 都會溶到 都可以五個小時以上 就是四五個小時之後 你就會開始看到溶 但它就會溶得比較漂亮 而且也挺貼面溶 因為有些粉是溶得很噁心 一塊塊的 這個就不會的 始終是一個比較full coverage 即是遮瑕度比較高的粉 所以你就不可以說 塗得太多 不然真的會厚粉 另外我就跟這個一起用 他們兩個是兩夫妻 天生一對是不可以專門分開的 這個掃就非常神奇 因為其實它可以令到一些粉 提供到更加高的遮瑕度 你看到它的毛其實都比較短 而且它是很密的 所以你的粉這樣壓上去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很高的遮瑕度 這兩個組合我自己都很喜歡 好 講到Taz這個牌子 其實我都買了另外兩樣東西 用完之後我都非常滿意這個遮瑕膏 我就用它來遮瑕眼圈 這個我第一次收到的時候 我很興奮 哇 馬上試一下 在手背上試一下 誰知道呢 我就很用力很用力擠 但是死都擠不出來 我才發現原來這個遮瑕膏 是很濃的 很濃的 但是呢 出奇地呢 用來塗眼底 又不會覺得厚 而且呢 它是非常持久 就不會卡在眼紋上 也不會那麼容易溶 而且遮瑕度也很好 總之出來的整體效果 我都非常喜歡 而且它也不會乾的 可以買到Tarte的話 我都非常推薦 你可以試一下這支遮瑕膏 另外呢 我還有這個胭脂 其實我來美國之前 我已經聽過很多人說起這個Tarte的胭脂 之前已經一直很想試的了 但是很多地方都買不到 所以這次有sephora 當然要買來試一下 就是這個顏色 叫做Bluesfall 它又是一個很搭我膚色的胭脂 它是偏橙的 它是很自然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其實我現在已經塗了 它是一個比較暖色系 而且有一點大橙的顏色 我覺得夏天用非常適合 而且它也沒有閃粉等等 所以如果不喜歡閃粉的胭脂 你也可以試一下這個 講到胭脂 其實我自己也買了另一盒的胭脂來試 就是Hour Glass 但是老實說 我就很失望 我覺得也沒有說到那麼漂亮 這個顏色就是Luminous Flush 但是我覺得也不亮 也不漂亮 也很正常 就是普通的粉紅色 我完全看不出它是 有什麼光學 有什麼ambient light 說得很厲害 然後很多人都說 很漂亮很漂亮 我自己試完就有點失望了 如果對比之下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剛剛Tarte的blush 好 接下來就是這支眉筆 這支是Anastasia的眉筆 我買之前也聽過很多人說 說到它簡直畫到尾巴真的很好漂亮 雖然真的沒什麼特別 但畫出來真的挺漂亮 也真的挺好滑 什麼特別呢 我又說不出它有什麼是這麼特別的 首先它好用了 我想它的筆頭很小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畫到你想畫的形狀出來 而且有些洞洞 很容易可以填到 而且它畫出來的線條也是很幼 就是會在你的掌握範圍之內 而且畫出來的效果都會比較自然 另外有一件事要讚的 就是它的顯色度 因為有些眉筆是眼線筆 我之前就用了Mac的眉筆 其實我覺得它們那支是眼線筆 是超級適合的出色 就是你畫上去 一下子有這麼深色的線 你會很害怕 但也有些眉筆是畫得不出色 畫到你的皮都痛了 紅了它也沒有色 這個就是恰到好處 另外它的策頭也是小小的 然後也是很容易去控制 所以其實說 有沒有說到這麼特別 有沒有說到這麼厲害 其實它是一支很好用的眉筆 就是它是密密的好用 說不出它有什麼特別 但是一些很微細的東西 就會令你覺得這支眉筆真的很好用 現在大家有看我上一段影片都知道 我是這個在Target買的 這個顏色真的超美 我買了之後都經常用它 近似膚色又不會太白 有一點粉粉的 總之就很容易搭配 但唯一我有一個關心就是 它這個是要刨的 即是 去哪裡找一支這麼粗的筆刨呢 我又不想為了這一支 去買那個筆刨 所以用到它差不多 才想想辦法 我知道香港也有Nex賣的 如果大家經過 都記住去看看這個 Jumbo Eye Pencil & Yogurt 很漂亮 它的價錢真的非常便宜 我想回港幣大概是三十多元 另外也是一個比較便宜的眼影 這個就是L'Oreal的眼影 它的顏色就是叫做Ember Rush 對 這個是一個很閃很閃的眼影 我記得香港有推出這一款的眼影 但我不確定有沒有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非常漂亮 而且很容易搭配的 夏天呢 我不知為何覺得這個顏色是很夏天 雖然它是一個啡色 但是是一個夏天的啡色 對 好了 到最後一件就是這支Nex的Butter Gloss 那我就 哇 這支很便宜 又是超便宜 又是超好用的 如果大家想看是什麼顏色 就可以在嘴上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它好用在什麼呢 其實它顯色度非常高 而且很滑 好像塗了牛油在嘴上 然後又是很亮的 以它這個價錢而言 又做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非常之好 那就是 啊 好漂亮啊 它有一點點甜甜的 雲呢辣味 我覺得挺香的 好了 我想今天就差不多了 還有我還有一件事想說的 就是 其實最近我收到很多E-mail 就是關於這個代購的問題 接下來我已經有兩個考試 所以有很多E-mail 其實我都沒有時間回覆 不如拍片在這裡 大家一次過講完 那關於代購這個問題 其實我真的很想很想幫大家買 我都知道其實很痛苦 那種感覺 因為這樣又好用 那樣又好用 但是香港全部都買不到 那種感覺 真的很想要 但是又買不到 我收到E-mail 實在是太多了 其實我最主要來這裡 都是讀書為主 我也沒有那麼多大量的資金 幫你們全部人買 所以就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你是代購 團購 什麼購物購 也好 如果你IG購買 或者有其他途徑 可以買到外國的化妝品 那可不可以 留言在下面 或者你們 在我的Instagram留言 告訴大家 我可以買到外國的產品 那就可以幫到一些 很想買外國化妝品的朋友們 好了 那我說完了 發聲沙沙地了 我們很快就見了 其實我現在的心情就是 我想起就快要走 我真的有點不捨得這裡 但其實我心裡 我真的很想很想 快點返香港 所以 我不知道 唉 好 我很快就見到你們了 拜拜